隨著社區人口逐漸老化 詐騙集團也更加猖獗 為了讓防炸的觀念 讓長輩更加了解 並且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讓老人家更容易吸收應用 高雄市沿城景分局 結合金融機構進入社區 不僅提升了警民互信基礎 也讓參與的長輩 從遊戲當中獲得防止 詐騙的重要性 用詐騙說話有了解 有 我覺得蠻好玩的 可以加上我們的意象 不要被騙 不要被騙 還有呢 所以就要謹慎一點 還有 又要靈光一點 遊戲的主題 來帶入反詐騙的宣導概念 讓他們能夠再理解 詐騙的一些訊息 當然也針對在遊戲的進行 建立跟警察 以及我們社區的互動 走出家裡 避免宅在家裡 然後獲得更多的防詐的資訊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延長警分局表示 疫情的關係 使得許多長輩 多數時間都待在家中 遇到詐騙電話時 常顯得手足無措 藉由遊戲中的角色扮演 讓長輩化身 詐騙防衛隊的隊員 可以幫助林里堅 反詐騙的提醒 也提高長輩自我保護的自信心 最主要也是透過這個金控公司的一個宣導 那這個三方面的一個合作 讓這些可能潛在的被害者 那以及我們金控公司能夠發揮一些社會責任 而且這個金融機構身為第一線的這個金錢的匯出匯入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希望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能夠通知我們警方來做一個詐騙的一個房主 而社區的防詐活動由於有金融機構的參與 也強化了第一線主角遭詐騙民眾有錯誤匯款的溝通動作 層層把關民眾的財產安全達到整場防詐宣導的寓教娛樂目的 記者李佳龍 龐明玉 高雄報導